春陽兄 我剛剛搜尋了一下 現在搜尋到吳老師youtube的趨勢 讓他最後一個找到這個分析表 雖然這個報告好像還蠻清楚的 不過最後是一個要錢 第一個不用錢 這個頻道裡面有講說我的粉絲多少 然後觀看次數多少 然後平均觀看量 平均觀看量指的應該就是每天的觀看量吧 然後影片數量 我目前這個頻道 其實我總共大概有超過十個頻道 因為我角度不只一哭 而且在youtube上面我已經用了非常久了 所以已經摸清楚他的很多的底細 所以你要知道一些平台一定要多用 用久了你就知道他很多訣竅 很多不為人知的一些密技 當然你就可以知道該怎麼去變化一下 那你就會增加你的訂閱人數之類的 其實說真的以我這種頻道內容 能夠有3.4萬訂閱人數 我都覺得已經是 因為我看了人家很厲害的網紅 訂閱人數好像也差不多而已 我覺得OK 有這樣更高的我們就不用講了 不過其實因為我第一個我沒有露臉 OK 我也沒有做很多的剪輯 甚至上面沒有任何的字幕 OK 就是純粹就是上課內容 有點像廣播節目 你愛聽就聽嘛 你不愛聽就轉台嘛 OK我無所謂 但是主要就是說 我讓大家回去複習方便 我為原則 OK 至於你說能不能做更多 其實是可以的 我這頻道上面 我以後是不是也可以學其他youtube 我開始露臉 我開始弄個攝影棚之類的 然後背景弄一下 每天都上來講講話這樣子 有沒有 就針對某個議題 然後我就講一下我的心得 有沒有 我發現那個點擊次數還蠻高 還蠻快的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以後的話 我乾脆就在家裡上課就好了 就不用來這邊上課 對 也是個方式嘛 是不是 可不可能 可能啦 只是說看你要不要做 所以有的時候 人喔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障礙就是說 你跨不出第一步啦 有沒有 你會發現每個人都一樣 OK 跨出去第一步 如果你跨得出去的話 你的人生就不一樣了 你就改變了 對 所以你們其實每個人都一樣 只是說你月面一座而已 有沒有 就像說我剛剛講Google地圖 你那個在地想導 有沒有 在地想導很簡單嘛 你就是直接點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叫 你的貢獻 以後的話呢 你就 你的貢獻點進去 你就申請 如果你完全沒申請 你就申請一下 然後另外你的手機上面 也會有個你的貢獻 反正你就像我啦 我就拍照 上傳 拍照上傳 把它當成一個例行公式 當然其實也不是說固定一定要變工作 然後只是說習慣 我記錄下來 因為我將來以後 年紀大了 我可能記不了說我去過哪裡 那我以後要回想的話呢 就會非常簡單 因為我只要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拍照 然後並且結合什麼 Google的相簿功能 它會自動上傳 上傳的照片裡面 就有GPS位置 又有時間 它會跟Google地圖結合 所以我只要回去看一下我的時間軸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看到我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 這邊每一天的時間軸 比如說昨天的時間軸 好了 點擊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點擊之後 像我昨天到底 從哪邊到哪裡 不過上面有地址 我們中午是有去一下台北 然後從台北出發 到這邊的話 總共我開了總共66.4公里 開了一個小時又11分鐘 有沒有 它時間都非常 而且這邊也會幫你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有沒有 這邊時間 有沒有 非常清楚嘛 所以我回去的話 我就知道說 我每天花多少時間 我到伊蘭的話 開車開多久 到底有沒有塞車 然後步行多久 甚至到這邊 這個是博覽咖啡的那個圓山的酒寶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從圓山酒寶 然後到這邊的話 到這個 有沒有 這個洛宇松有沒有 到底花多少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 11.4公里 我開了22分鐘 就這一段 又出來了 很清楚吧 每次回想 哪怕我這個是十年之後回想 十年之前我做什麼 都有耶 因為我Google地圖 大概十年前就開始這樣做 每天都這樣做喔 所以我十年內的行蹤 就一覽無遺喔 我每天做什麼 甚至我出國 尤其是出國最好用 出國 你根本敢行程 有時候來不及記喔 他都幫你畫好了 回頭看 一清二楚 所以你要寫郵寄有沒有 我現在回想說 我前幾年住了 去哪邊旅遊 我都可以馬上回想起來 而且還有照片 還有影片 所以這些應該夠了啦 所以以後我都要 即便退休 我不會沒事幹啦 每天的話就有很多事 我光回想這些 我都回想不完了 然後步行 在這邊我走了多少 走了2.5公里 那我待多久 其實我待沒有很久 只有待13分鐘 在那邊就走了2.5公里 其實我沒有感覺我走那麼遠耶 但是你會感覺 在那邊走路就是一種享受耶 而且還空氣非常好 視野非常 簡直就是一幅畫嘛 所以你在畫裡面 你感覺你走路 根本一點壓力也沒有 所以甚至我都覺得 應該可以在那邊待更久耶 可以走10公里都不會絕累耶 OK 所以我還蠻推薦各位可以去那邊 然後這邊位置 然後另外的話要開到新月廣場有沒有 這一段開多久 14.9公里 然後開了31分鐘有沒有這一段 就從這邊 過來了OK 然後呢 回程的話 這邊的話 從新月廣場 回到家 就這一段 有沒有 他又會出現 大概開了一個小時又14分鐘 滿清楚的啦 所以不管去哪裡 清清楚楚的OK 不過就怕說 老婆如果要查情的話 你去哪裡 把你的 所以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查你另外一半的話 叫他把那個什麼 這個時間軸把它打開好了 好你可以出去了 然後回來之後 把手機交出來 當然你不會亂跑啦 你也沒辦法亂跑啦 你也沒辦法亂跑啦 蛤? 這也太累了吧 OK 如果真要這樣的話 那 這乾 而且還要賦一個公讀生嘛 是不是 你今天就 跑來 是不是 OK 不過當然呢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就會有個方法了 你就不用懷疑另外一半了 對齁 我看看 如果你要懂我相信的話 你就把手機交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 什麼 有好有壞啦 所以可在周亦可覆周吧 OK 所以你要什麼 一定要懂得怎麼樣去使用這個工具 OK 這個是提供給各位 那至於要怎麼開通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 可能要了解一下 手機上面都有 也就是你電腦有這個版本 手機也有一樣的版本 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如果有問題 歡迎可以問我沒關係 我可以給各位一些指點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你必要了解的項目 如果你身處在這個時代 你不能夠懂得很熟練的使用這個工具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會是個問題 OK 不然的話說 你到底這裡面 人家怎麼玩 怎麼吃 OK 怎麼走 其實你不會的話 當然的話 你會覺得感覺 會有個落差 另外其實 其實Google地圖我覺得它蠻厲害一點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路況 有沒有塞車 這樣為什麼我們中間會先到新月廣場一下下 因為我們回程之後發現塞車了 而且嚴重塞車 那我想說我可以嚴重塞車 我不如去看個書好了 所以我就在新月廣場待兩個小時 出發就不塞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回家了 我們再回去 一路就順暢 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會有 會用工具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變通 OK 甚至你有備案 不然的話 你 為什麼很多人 就跟他一直在那邊一直塞 一直塞 因為大家都沒有備案 明明塞車 你還在那邊往那邊 大家一起塞 那等一下 湊熱鬧嗎 OK 所以 與其這樣子 你倒入另外找個地方 你先休息一下 等到比較不塞 你再出發 OK 甚至Google地圖裡面 還有那個路況預報 預報什麼 你出發的那個時間 會不會塞車 我覺得這功能還滿好的 在它裡面你們可以找找看 就是預估說 你那個時間出發 會不會塞車 它也會路況 所以有的時候 我也會經常去善用這些功能 至少讓自己不塞車 誰不想說出門一路順暢 OK 誰在湊熱鬧 沒有吧 沒有人說我出門就是喜歡塞車 OK 應該沒有這種人吧 OK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 像教學 這邊還顯示說 單月YouTube的廣告收入是這樣子 其實我應該高過這個數字 所以 但是也沒高很多 OK 然後潛在的合作收益 每部 每一部影片大概是這樣的 大概是 不過我看一下 這個數字 剛剛以為是美金 CPM 實際上應該是台幣的 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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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PM是什麼 我是沒有特別 這是什麼 Google一下 廣告術語 每次展示的費用 OK 反正這 不管 然後網紅的表現 怎麼這麼低 OK 這到底 我沒有特別研究 其他的話 還有總共的粉絲畫像 粉絲的畫像 男女 那你會發現我的觀看 群眾最多應該是在18到24的男性 佔30% 18到24應該是大學生 對 因為剛好這學期 有在台師大跟東吳開課 而且東吳大概選課快100個 OK 然後都是線上課程 就是說他們其實沒有上課 但是也 線上同步聽講 OK 然後也會有期中跟期末報告 然後要繳交才有這個學分 OK 會不會因為這樣關係 那第二個大族群的話 好像是男性 大概也是男性 是25歲到30歲 所以就是說青壯年 所以我對青壯年貢獻還蠻大的 OK 好像就是提供 另外女性的話最多也是大學生 OK 其次的話就是社會人士 其他的話地區分佈的話 好像就是其他比較多 台灣在7% 怎麼這麼少 還是因為其他很多 其他 為什麼台灣只有7% 日本 日本還比台灣還多 這什麼 可能是大陸的網站 對 可能是大陸的網站 OK 我不知道 反正就僅供參考 OK 日本圈有8% 我不是講日文 其他的話 這次可能有點 3%是美國 OK 好啦 反正就是參考一下 請供參考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平均觀看次數 這什麼 最高 哪一部影片吧 OK 這一部影片 跨工作表說明 就上個禮拜 我們上課的 居然有這麼多人 不過這一部影片 這個是算滿難的一個部分 上個禮拜講到的 跨工作表 而且又使用IE物件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上個禮拜講到 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把什麼 把這個月平均 氣候的這個網頁裡面的每一個 有沒有 等於是一個 是不是 一個 資料 放在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一個資料 放在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那好像是這個部分 的那個影片 我不知道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個要怎麼做 其實當然我剛好講降雨量 其實降雨量 就這一段程式再加上去 所以 剛剛提到的降雨量的那個程式的話 是在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第幾頁的往下捲動 這邊剛剛講的 其實我把它拍照 上禮拜的東西都在 有沒有 THTHTD 有沒有 THTD 那降雨量在這裡 主要是這 這一個 總共五行程式 那這五行程式我講過 前兩行是 讓它切換清單 後面三行的話 是讓它觸發那個事件 因為你要RUN 它才能夠把資料 重新又把它調出來 所以前兩行是 所以我把這五行 Ctrl C 然後把它放到剛剛的 這個程式裡面的 哪個地方 把它降雨量 把它貼到 這一段 下載氣溫的這邊 改成下載降雨量裡面的 這個 等待幾秒鐘的下面這裡 這裡 OK 所以 那這兩行 是切換清單 這三行呢 是讓這個清單能夠觸發 讓它可以walk 它才會把資料抓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RUN 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你假設 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我雲端上面的程式 複製貼上來都沒關係 然後我建議你可以按F8 F8的話 那就是主行跑 它可以慢慢跑 OK 到這個網站先停五秒鐘 然後一樣呢 去抓什麼 抓 這一個 有沒有 Gate Element By ID 特別需要 我們剛剛是什麼 By什麼呢 By Tag Name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邊的話 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Gate Element By ID 前面是 Tag Name 那另外的話 特別需要 ID只會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Element加S 有沒有 這邊不會有S 因為只會有一個 ID不會重複喔 OK 那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 不用Tag Name 你用ID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用Tag Name 只是說你用Tag Name的話 非常麻煩 怎麼說呢 這個東西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 它會出現在哪裡呢 在這裡 Slate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用那個什麼呢 Slate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Slate點兩下 Ctrl C 再Ctrl F 尋找 尋找這個什麼 這個Slate 前面加個小於符號 那在這個網頁裡面的話 就會告訴你說 總共有七個 這個網頁裡面 它這個標籤名稱 有七個 那第一個在哪裡呢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好像是一個註解吧 那這個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用第幾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喔 第幾個 這個是縣市 這個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結束符號 那這個 這是第五個 這是第六個location 這也不對 這location是地理位置 在這裡 這個是第七個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ByTag Name 可以做到 可是喔 如果你用Tag Name 麻煩是你要先做剛剛講的動作啦 OK 就是你要先找 找第七個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用Tag Name的話 那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如果你用ByTag Name 我這邊先註解一下 這邊先假設我這行註解 如果你用Tag Name的話 那你的寫法就是 用這個來參考 你可以怎麼 假設一樣是叫LIS 然後去IE的物件裡面找這個Tag Name 那Tag Name的話 叫Select 就剛剛那個名稱 Select OK 但是記得喔 你要找的是第七個 那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應該是多少 輸入6 意思是說我要找到的是最後一個 這樣其實也可以喔 OK 如果你寫這樣也可以啦 可是喔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你要先去找 有沒有 尋找一下 然後才知道第幾個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這麼麻煩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剛剛的那種寫法 改成什麼 因為我就看到你有ID了嘛 那我乾脆用ID來抓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去算第幾個了吧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那個標籤後面有一個 叫ID等於什麼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不需要去算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這個 改成 下面這個的話 改成上面這個 OK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方式的話我覺得喔 好 那前提是喔 你那個網頁裡面剛好 要有ID喔 如果你那個 你的標籤後面沒有ID 那也不能這樣用 OK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針對 實際上看到的狀況去做一些調整 OK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理解吧 好 然後讓他可以work一下 把它切到第九個 等一下 這個 再讓他跑一下 這個 好 第九個 目前 i1 沒看到 我把i1調出來了 i1 如果要調出來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visible 等於True的話就輸入1 就出來了 OK i1 其實我是把那一行關掉了 就是它要顯示出來 那目前的話你會發現喔 這一行跑完之後的話 那就會被切到 本來是在哪裡 本來是在氣溫嘛 它就會因為這樣關係 這裡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做完呢 就會切到氣溫了 切到降雨量了 更正一下 那可是喔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資料有沒有work 底下資料 15.4 降雨量有這麼低嗎 其實是 因為它只有什麼 這兩行只有切這個動作 那如果真的要讓底下資料變更的話 就要靠底下這三行 這三行的話 第一個喔 要怎麼樣呢 建一個Event Event就是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它切換的時候 要能夠動喔 OK 那動什麼地方動 就是 這個Event 這個事件就是 當這個下拉清單呢 發生改變的時候 Change 然後呢 讓它去Dispunch 就是 讓它去 Walk一下 讓它去有點像 真的讓這個地方的清單 變動 之後 把資料抓回來 所以最重要是這一行 有沒有 把這個喔 這個Lis 就上面這個物件 讓它去動一下 這個事件 有沒有 有點像這個是主詞 這個是動詞 做這件事情 OK 好 Dispunch 有沒有發現 當你執行這一行之後 有沒有看到 底下的結果呢 馬上就按照你現在這個的清單變動 而改變資料了 有沒有 那這個動作呢 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喔 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Python來做的話 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Python的話 裡面還要再用另外一個套件 叫什麼Selinean 那真的非常麻煩 我發現如果用VBA的IEU件 簡單很多耶 OK 所以滿推薦 簡單又好用 用不用學 暫時如果你不想要去花很多時間學Python的話 其實先把這個做好 其實夠你爬的吧 所以你說網路爬中為什麼大部分人都叫你去學Python 主要原因是因為網路上大部分人分享的比較多 這個為什麼沒有人分享 因為沒有人會用 OK 所以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花滿多時間的 我花很多力氣把它寫出來 免費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所以就變成說 才會有人會這樣做 如果說網路上沒有分享 也沒有人知道怎麼做的話 那就不會有人想要這樣用 因為走不走 這一次路不通 OK 所以這個方法的話 在雲端上面都有 那五行貼上來就OK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網路上面的這些清單的所有的資料 一個下載之後 就下載到一個工作表 一個就是一個工作表 那就上個禮拜最後講了 不過相對的 真的還蠻複雜的 為什麼 因為已經又是什麼 又要下載資料 然後又要切換清單 然後又要在Excel裡面要新增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放上去 哇 那真的 有點難度 不過 如果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這麼難的東西 你也做得出來 那表示你真的是厲害了 可是如果你做完之後 哇很方便 有沒有 所有資料 雖然都在網路上 但是實際上兩下 就直接就到你的Excel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大概這些 其他的話應該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把它全部執行 執行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資料呢 就全部都在這裡了 OK 有沒有 這個是降雨量的部分 那如果有 氣溫 有降雨量的話 那其實 我們要 繪製 那個 組合圖的部分 就不需要 就是手動來 所以 後續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氣溫 這邊有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降雨量也有了 那如果說我要批製 繪製什麼 之前講過的 淡水 一個組合圖 安部 一個組合圖 那就可以自動全部畫完了 OK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可能後面延伸 也許請各位試做看看吧 另外的話呢 如果想要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所有的 清單的資料 全部都下載到 一個就放一個工作表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難度實在太高了 上個禮拜講 那我又把 做完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就我剛剛講的 這邊總共好像幾個 這個是第10 11 12 13 13個清單 裡面有13個資料 13個表格資料 我希望把13個表格資料 全部都放到Excel 變成13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名稱 也要按照上面的清單 做出來的話 這怎麼做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 那先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部分